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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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可能是辦公時間 然後客人會邀請你 但現在因為有了WOPS 基本上只會用更加短的時間 去做更多不同的工作 模型中你是快了做某些事 差了某些時間 但你沒有了解清楚裡面的事 我們做廣告 早上上班 晚上都很晚下班 基本上就像一個倉鼠一樣 在籠裡不停地轉轉轉轉 轉到根皮力盡 會不會這個項目 是可以令人去思考什麼叫時間 和修復生活呢 會不會留意多些逐漸失去 但其實是很美好的事物呢 一張張的藏書票 記載了不少讀者本身的故事 藏書票以前 大約在中世紀 十五六世紀的時候 開始興起 那時候 圖書來說 好像現在可以有大量印刷 可能只有十本八本 是很珍貴的個人財物 通常擁有 就會是一些黃失成員 或者修道士 一般平民百姓都未必可以擁有的 既然是這麼珍貴 那些貴族就會將每一本書 第一版 就會貼一張用版畫 去製作的作品 用拉丁文寫了是我的圖書意思 貼在每一本書上 就證明是他自己擁有那本書 到現在就流行了 就像郵票一樣 玩到藝術形式一樣 Steven本身是做廣告 兩年前去台灣旅行的時候 遇上一個藏書票的收藏家 於是開始構線這個展覽 除了展出藏書票之外 還透過他們 找到今次畫展的創作靈感 我們盡量都是想做一些project 做一些展覽 是可以令到忙碌的城市人 去修復自己的生活 這件事是逐漸遺忘的美好 他不下的故事主角派 嘗試尋找迷失的自己 游走在森林升空之間 這幅畫叫做《寧靜的孤島》 他是來自P5703的星球 是一個時間的旅行者 這個星球就會收集一些地球人 失去的時間 越積越多之後 他將時間帶回地球 其實以前 板彎也好 以前的畫法 因為沒有彩色 他們怎樣去靠方法 去令到一幅畫有層次 就是線條的粗和梳 然後就是淺色深色 去織一幅畫出來 四周圍有很多不同的幽靈 或者是一些精靈飄動 但是你會看到 無論四周圍怎樣 在門門地動動 其實它是很靜的 反映一個對比 強烈 沒有動的樹葉 就好像流動的時間 如果用彩色 因為它有幾層樹的層次 可能你當面頭一個層次 中間一個層次 後面有打蒙的另一個層次 它不是黑 但是它是一種慢慢層次 沉澱的藍色 這樣才能表達到更多 Steven兩夫妻最珍惜 就是能夠亡女偷閒 慢慢閱讀 來調教生活節奏 太太也會為作品提示 每一天我們跟社會 或者去接觸不同的東西 可能真的看的書 或者每一天發生的事 都會有一點點觸動 在當中 抱怨的 其實本身幅畫 一看的時候 都很清晰 就是阿派在月亮上面 就好像我們的女兒 剛剛出生了沒有多久 她床上有個公仔 就是在月亮上面有一隻公仔 跟著這個畫面 跟著這個感覺 跟著這個感覺 和喜悅去寫那一句詩 要細味從前 以板畫技術製作藏書票 都不是沒可能 Steven就做一個最簡單的示範 在月亮上面 在月亮上面 很多年最後的畫面 就是在月亮上面 在月亮上面 就是在月亮上面 就算是在月亮上面 在月亮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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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月亮上面 在月亮上面 只要可能是上班下班或者抽少少時間 是讓自己想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已經可以了 可能問大部分香港人有沒有看過天 可能是直行的視線點就這樣走過 但有沒有看其他遠的東西 因為節奏跟著一個大社會的節奏 就像個鐘一樣 跟著它不停地走 不是叫它做點事慢一點 而是將那件事應快得快應慢得慢 在當中找回那件事本身的底魂 茶有個節奏 你走路有個節奏 你看書應該有個節奏 但因為時代太快 你變成看東西就這樣滑過去 但其實如果你看書 你應該逐頁、逐頁、逐頁、逐頁字 你這麼快是不會很明白 當中別人寫的東西或者意思 那樣作詞 那樣作詞 感谢观看